1月12日,德云社六队齐聚小剧场为大家带来一场丰富精彩的小蜂香演出 粉丝们也是非常的给力,应援花篮摆满了舞台 德云六队不愧是神仙六队在舞台上包袱不断 特别是穿着花棉袄的高九成 江高大妈演绎的淋漓尽致,在演出的同时张赫伦也表示为什么要弄小蜂香演出 原因就是在开箱,六队的人员可能会发生变化 六队即将会有一个变动,这是我们今天要弄成一场的原因 等到再开箱吧,可能人员就不一样 当时群体怎么变的呢我也不知道 就如这样一个概念在这里吧 对于谁将会离开六队,许多网友猜测,不是关九海张萧白,就是张九南和高九成 个人感觉还是张九南和高九成离开六队的几率更大一些 因为毕竟在张九南离开的这一段时间,关九海和张萧白顺理成章的成为了六队的抵决 如今张九南回来了怕是在南城抵决,所以只能换其他的队伍 毕竟一个队伍没有办法,同时有两个抵决 而且在返场演出时张九南讲的一番话,也像是在感谢六对成员这三年以来里的包容和谅解 在六月来说,真的是很开心的每天,喜欢在后台的氛围,喜欢出差的感觉 喜欢每天在后台演完和大伙子一块聊聊天 比如说带你一块去写一些新的作品 哪怕是下午演完了,用下两三个小时的时间一起去商量晚上的 或者说晚上演完了一起去玩的破小聊天 但是当时我最开心的时间,因为我觉得我这人性格呢 不招人喜欢,真的不招人喜欢 我说的是可能就是朋友之间吧 一般我觉得我没有什么力量,但我都不太喜欢我 但是我觉得他们几乎,对我像这朋友一样 先开始我把罗哥当哥哥,现在我拿他当一人的亲兄弟一样,亲哥哥 他对我好,然后呢,老哥也是,包括他们几乎 我觉得我现在活的还是,反正我在这儿就很开心 好,谢谢各位吧,长时间 谢谢各位,长时间,三年以来对 不管是你们,还是你们对我的包装,对我的量 因为有时候可能我,这个人可能性格就不太好嘛 所以是,可能无缘,就是被伤害了谁 这三条很开心,开心 除此之外,也有不少网友猜测,张九南是不是要成为实队队长了 毕竟在张九南停演这段时间,作为搭档高九成可是没闲着 德云三宝A组B组的商演全都参加 虽然没有搭档却一直维持的热度 而张九南一回来也拿出了自己的看家本领 刚刚恢复演出,就带来了新的相声作品 而且在台上还表演了一段长段的灌口 足以看出来在家这段时间没少下功夫 毕竟师傅郭德纲已经说了哪怕不是实队队长 五实队的不也挺好吗 早晚的事,早晚能当队长 当然无论是去到哪个队伍,还是成为队长 还是希望张九南会越来越好 就像伦哥在小反场说的那样 只有经历了那些 你才会珍惜在台上的机会 才会珍惜眼前的观众 才会珍惜自己能够演出的每一分,每一秒 没有经历过风雨,哪能看见彩虹 虽然离开了六队,但还是在得云社 如今,张九南也迎来属于他的彩虹 期待张九南走上更大更好的舞台